原本空荡荡的十字路口 下一秒一辆蓝色保时捷 竟高速撞上另一辆白色轿车 双方瞬间失控打滑 保时捷原地转了半圈 另一位车主更连人带车 甩尾到逆向车道 还有货车驾驶当场直击 吓得紧急刹车再赶紧绕开 仔细一看蓝色保时捷 不仅车头几乎全毁 车灯的保险杆掉了下来 就连水箱也因为撞击破裂 一体全流到地上 可见当时冲击力道有多大 另一头的白色轿车也很惨 后照镜被撞到垂下 副驾驶座板金凹陷 上头还留有车祸后的擦痕 在光户超公路口 有发现一件车祸 是一部保时捷修旅车 跟一部山林自驾客 这起事故发生在高雄凤山 3号凌晨3点多 当时52岁的李欣男子 驾驶价值百万的保时捷修旅车 正要回家 却刚好在路口处 碰上开着白色小客车的 装性驾驶发生擦撞 索性两人都没有大碍 警方看验车祸现场 发现保时捷车车主 路口号制是闪红灯 另一头则是闪黄灯 双方都没刹车 酿成车祸都有肇事责任 而白色轿车驾驶 当时还测出酒测值0.08 但经观测通过并不构成酒驾 目前全案已交由交通鉴定 厘清责任 但双方为了抢快过路口 互不相让 结果不仅车祸 还拖了时间回家 真的是得不偿失 接下来 新闻报道 这双方为了抢快了 还未经许 lock